哈喽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的视频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能够治愈我的带给我幸福感的小物 原因呢是有一次有个姐妹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说 想听我分享一些觉得能够带给我幸福感的物品 然后我就告诉她说能带给我幸福感的物品就是钱 其实生活中呢还是会有很多的小确幸的 以及用心呢去挖掘一些美好的小物件也能带给你很多的幸福感 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呢跨度有一点点大 从几十块到上千块是不等的 我们就从便宜的开始说起来吧 第一个是价格最低的这个橡胶皮圈 这个呢就是用来绑头发的一个胶状的皮绳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圆弧形的圆滚滚的 然后它是没有接口的就是一体成型的 它不会像中间这样子你拉拉的可能会有怕拉断它的一个危险 而且呢它非常的紧 就是有一些皮筋像那种我们以前用的外面是绑毛线 不是毛线 就是外面有一层那种毛的线的东西裹住的那种皮筋呢 是很容易拉着拉着就变形了就会拉大了 但这个我用了这么久 这些我都大概用了一两年了 它都还是这么的稳 这个其实是之前大门牙留长发的时候用它的 因为大门牙的头发呢比较硬比较有个性 它自己要绑丸子头呢就是一直往外面这样搓着就是绑不起来 所以它要用这种比较厉害一点的发带才能够绑住它的头发 那我看他买了这个之后呢有时候我用它来绑我的头发 我就觉得这个绑头发绑的真的好稳 而且它不用把你的头发绑的就是勒得很紧 就是它不用贴着你的头皮来勒住它 你可以把它松松的这样子绑在就是低马尾或者就是松散一点的位置 这个绳子也是不会掉的 像我头发其实是比较顺比较滑的这种类型 一般的这些发带呢可能我这样子动一下它就会往下掉了 但是这个呢就是完全不会在外面的话 特别是跑步啊做一些运动的时候用它来绑住头发的时候就不容易松散 第二件东西是一个幸福大物这么大 它是一个泡脚筒 我买的这个呢是这种可以伸缩的 它可以这样子把它压下去 就把它收起来 它是可以收起来 但我今天不想收了 因为太累了 它就是可以这样子伸缩的 然后它这个架子呢也是可以收起来的 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像我这样子是租房子的 然后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的话 其实买这个会比较好 但这个的高度刚好放在我们家那个洗手台底下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这样撑开来放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普普通通的泡脚筒 里面呢是虽然带着这种滚轮的 可以按摩你的脚底 但是呢我是觉得它要比那种充电式的 就是自己会加热那个水的那种要好用 因为如果是那种插电的 就是自己会加热的那种 然后其实还蛮占地方的 都是挺高一个的 而且就是价格也比较贵嘛 那你买这种的话大概也只需要几十块钱 我记得我买这个好像是二三十就买到了 它质量还蛮好的 我就是用它来洗了已经快有大半年了 都没有问题 而且每次都是加那种开水 还有药包进去泡 它都不会变形 所以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是挺过关的 然后我觉得泡脚其实对我身体是一个蛮好的 就有时候我去去可能外面跑步啊 或者是我走路走了一整天回来 脚都已经肿了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人 然后回来泡一下脚放松一下 就是我很快就可以把我的小腿放松掉 然后晚上睡觉呢也会睡得比较好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比较容易失眠 然后有一点轻微的神经衰弱 如果就是难以入睡的话 你就要试试泡脚 加一些那种中草药包 也可以去湿啊除寒啊 就是对女性的身体其实是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泡脚对于我来说 是我近年来最喜欢的一个老年活动了 第三个东西呢是 The Lunges 衣物除皱喉喷雾 它是这种喷雾型的 就是你打开之后呢 就往你的这些衣服上面去喷 它就可以把那些小的皱褶给这样拉一拉 它就直掉了 这个呢是比较好的用在那种棉麻呀 或者是针丝啊 是一些比较容易皱的那些衣物上面的 像我平时出门有时候赶时间 来不及去熨烫衣服 如果我不赶时间的话 其实我也不太想要熨烫衣服 我真的很讨厌很讨厌熨衣服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懒人 是不是有点不配做穿搭博主 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真的能拯救我很多 有时候我就把它放在我的 那个衣架旁边 每一次出门要穿到那些衣服的时候 就赶紧往上面喷一喷 然后再出去的话会好一点点 虽然它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 去除所有的皱褶 但是我觉得就是视觉上面看上去 会工整很多 也会好一些 下面一位是这个 别看它这么大 它其实就是一个整巾 是我这几年来用到的最舒服的枕筋 它呢也是这几年能够改善我的睡眠质量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特别的滑 然后摸上去呢也是很舒服的一个手感 我之前呢就看过功课说 这种真丝的枕筋顺上去是会对你的头发呀 对你的脸部的皮肤啊 都是有帮助的 就是会避免你的头发跟那些 比较糙一些的织物起静电 或者是避免你的脸部跟那个枕头起太多的摩擦 会生出皱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 就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脸靠着它真的很舒服 就是让我很想睡觉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每天都有一点点赖床 就是因为我的那一套四件套有点太好睡了 而且呢这个真丝的枕筋其实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就是便宜的话一百来块或者是几十块的好像也有 虽然可能当然会不如那些重磅的真丝那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也会比一般的那些织物来的要柔顺很多 确实也会对你的睡眠 或者对你的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触感都要好很多吧 就是你摸到这种滑滑 然后很舒服的东西 难道不会觉得很开心吗 就睡了上面的时候你会觉得 嗯真的好舒服 一天结束了 然后很放松 我刚刚那个棕色的是大眉牙的 我自己那个是白色的 不建议大家买白色的 最好是买这种绅色的吧 因为白色的针织其实我有时候会涂一些东西 然后会不小心染到那个上面还蛮难搞的 就是弄的会有点脏 所以的话呢大家进来是买深色的会比较好一些 下面一位是大家族 像这样子的香薰蜡烛 还有这样子的无火的藤条香薰 我先来说蜡烛吧 其实这一年我搬家之后呢 我真的买了好多好多蜡烛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到处都摆着蜡烛 大门牙就特别担心我有一天把家里面给烧了 但是我觉得点蜡烛是真的很有氛围 它是真的能让我全身心的放松 然后进入一种很惬意很舒适的状态 这个牌子呢叫做PF candle card 这样子念的嘛 我买了好像是三个味道吧 有一个味道已经点完了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11号 就是把它放在我们客厅的餐桌上面 有时候我在上面可能写一些东西 或者玩手机的时候就会点这个 或者就是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两个人在家里面吃东西的时候也会点一点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就闻起来真的让我是进入了一种谈恋爱 然后两个人的那种甜蜜时光 然后这个04号呢就比较偏木质香一点 这个我还没有点 但是对于那个来说 可能我会更喜欢那个11号多一些 因为那个甜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木香多一些 我猜大门牙应该会更喜欢这个吧 有一点烟草味在里面 然后这个大白呢 就是Brooklyn Candle Studio出的 我买了两个味道 一个是这个薰衣草的 然后这个是玫瑰的 薰衣草的这个呢 我就是把它放在我的卧室里面 就是有助眠 然后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闻着你就是很快的能够让你进入梦乡 我这个就是睡眠状态不太好的人 就是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帮助我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推荐的大部分的东西 确实都是跟我的睡眠有关系的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睡得好 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只有睡足了 睡饱了 你第二天的工作状态 还有生活状态才能够好好的 没睡醒的时候我的天啊 我整个人就暴躁到不行 就一起床就像骂人的那种 逮住嘴就骂谁 但被逮住的只有大门牙 所以他很赞 有时候早上吵到我的话 就会被我骂半死 上面要介绍的是这种 无火相熏 我也买过很多牌子了 然后最近在用的呢 就是这个 我们一个国货品牌 叫做关夏 他们家的营销真的非常的厉害 就是我逃不过他们家的这个吹捧 所以我就买了两瓶 我本来是打算买其他们家的四季 那这个重庆森林呢 是夏季的一个代表 你看它这里面是有这种小花花的 然后是淡黄色的液体 里面还有花瓣啊 还有一些这种草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一些植物封存在这里面 看起来的颜值就很高 很漂亮 但是这个夏天这一瓶我还没有开 因为现在要到秋天了 我就先跟着国内的季节 把这一瓶秋天给打开了 我希望能在冬天来临的时候 买到他们家的那个昆仑竹雪 那个是我想了好久好久的 为什么最近会很喜欢这一瓶呢 因为我自己是桂林人 你们都知道吧 就是桂林人呢 就是对桂花是很有情节的 我从小到大就是快到今秋的时候 到了八月十五赏月的时候 就我们家附近啊 那条路啊 就全是满满的桂花香 就是那种你一进到桂林这座城市 在秋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闻到这股味道 因为所有的大街小巷呢 它全都是有桂花树的 而且桂林马路上面的桂花呢 是不允许人去采摘的 所以它每天到了风雨的时候 就会落下来落在地上 就是满满的铺了一地 特别的漂亮 那个场景就是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面 其实我已经有很多年 自从我好像去爱尔兰去英国 然后到现在到了新加坡 我都已经好多年的 八月十五中秋没有回过国了 然后想起来就是很怀念故乡的那股味道 所以当我闻到这个 颐和金柜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就是我记忆的那股味道 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很多人觉得说这股味道 太廉价 它化学什么的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 可能是我的故乡有滤镜 就把它滤掉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香 而且它里面这个也很漂亮 你看它有一只这个桂皮 然后底下有这种碎的桂花末在里面 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 反正我喜欢 我好任性 然后再说到他们家那个 俯开增路 就是春天的那个味道 因为我的家 还有大门家的家 就是楼下都有一棵很高的 玉兰花树 就是我小时候的第一个家 不是我现在住的 我爸妈现在住的那个 就是还没有搬家之前 我就记得我们家 旁边那个院子 有一棵好高好高 大概有三四层楼 那么高的玉兰花树 然后每到那个季节的时候 我们院子里面的男孩子就会去打 那棵桂花树 不 那个玉兰花树 然后打下来的那些白玉兰呢 就会送给我们这些小女生 然后当时就是觉得那个玉兰花特别特别的香 也特别的纯洁 特别的美好 就是小孩子在一起 嬉戏玩闹的一个时光 后来就是我 嫁给大门家之后 有时候我是自己会回国嘛 前两年 那个时候刚结婚 我们还是有一段时间在异地恋 其实那个时间也特别的难 但是我就是会经常去替他去看他妈妈 就是会在他们家住几天这样子 因为我婆婆也对我特别的好 然后我婆婆呢 就会在他们家的那个小区 然后不是种了好大一棵玉兰树嘛 然后他们邻居就会一起去摘下来 那个是可以摘的啊 没有在破坏公物 就是大家一起种的 然后大家一起采摘 然后摘下来就大家邻里之间分一份 然后他妈妈就会摘上一大棚 就放在我的床头 所以我经常在外面玩乐 可能跟我朋友聚会玩了之后 就会回到他家里面去睡的时候 就会闻到 然后床头有一股很清新的香味 就是那个玉兰花香 就是我对这些气味的味道的记忆 还是很深刻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香薰啊蜡烛啊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幸福感的东西 是一个我记忆的窄体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的喜爱 我说这么多 但是我还没有买到那个福开森路 如果到时候不好闻的话 希望你们不要怪我啊 OK最后一样是我们最近才购买的 这个苹果的AirPods Pro 这个无线耳机 这个呢是大门牙买的 当时我是之前一直想要这副耳机 但是因为我耳朵其实老是出现耳鸣 或者就是一些七八八的状况 然后我就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 我会觉得耳朵很不舒服 有压迫感 所以的话呢我一直在纠结 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也不是说那么的便宜嘛 我们俩决定开始跑步了以后呢 他就说我要赤巨之买这个耳机 来鼓励我们俩进行跑步 然后他买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哇好爽这个东西 当你把它拿出来 然后塞在你耳朵里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因为我个人我说了 我有一些轻微的那个神经衰弱 其实我对周围的声音是非常敏感的 但这个呢就是它有一个模式 就是你打开之后那个降噪模式 就会你完全听不到周围的任何声音 然后呢就可以完全沉浸在它这个音乐里面 有时候会休息的时候就会瞎着它 然后放一点白噪音 比如说海浪啊雨水的声音啊 就是超舒服超舒适 然后我们俩去跑步的时候呢 也是把它一人带一边塞在那里 然后就去一起去夜跑 但这个呢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大美亚跑得比较快 他只要跑得太快了 离我比较远的话就会断开 就有那种小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带一起男女生谈恋爱 听水声听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一支我一支 我们一起在听周杰勒的歌 就是有一点点青涩 但是又蛮好玩的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暂时买了这一幅 但是带给我们俩的感受是很好的 它的音质啊 然后它特别是那个降噪功能 哇绝了绝了 而且呢就是我确实觉得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跑步不会那么的无聊 然后坐车也不会那么的无聊 虽然我现在已经非常少打电话 很多人就是商务人士嘛 就是可能会用它来开会啊 在路上啊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方面的作用 但是它能带给我的快乐呢 也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让我也是回忆起了童年小时候 青涩时光 OK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带给我幸福感的小物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好用的小东西的话 也欢迎你在评论里面给我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喜欢这支视频 记得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请点击上面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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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